你找阿祖哥訂吧 訂兩件來看看 好了 還有些什麼呢 今天還有一些很不老的事情 大家想先說壽貿平悲劇還是民主黨 其實這兩件事 尤其是壽貿平 兄弟在家裡餓死 這是故知人悲劇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匪夷所思 這件事是匪夷所思 在壽貿平發生 大家有沒有留意 你自己有沒有看完你的感覺 我看完你的感覺已經沒有了 你已經沒有了感覺 我主要是看到一位陳國基 還在說 還好意思在說 要幫關顧者打氣 什麼叫關顧者打氣 我懷疑就是幫關外隊打氣 你說關外隊我反過來 我在九龍灣那邊聽回來 現在的關外隊真是很容易 就走進去 周圍走去說家訪 這樣那樣的 即是經常去禁止你自己的生活 即是很煩交 這些事情 現在話說 香港的街坊是會嫌關外隊犯的 話說是一對受貿平的兄弟 兩個都是智障的 不知道是不是智障 總之其實他的智力是有問題 不能治理 不能治理 其實他們剛剛發覺 他們餓死在家裡 他們唯一的照顧者就是他媽媽 他媽媽是七十歲 七十幾歲 早前就說因為不知道什麼事入院 因為他的健康問題要入院 他兩個兒子在家裡 沒有人照顧 所以餓死在家裡 但是他媽媽什麼時候入院呢 是五月入院 現在去到九月 這四個月以來 他們沒有了媽媽照顧之後 這四個月以來 他自己困在家裡 但是四個月以來 你這樣看 他們餓死在家裡 故知是悲劇 但是這四個月怎樣捱下來呢 沒有人理 是沒有人理 這件事就沒有人問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 現在《明報》的報道比較完整些 他說他77巡的媽媽 就有認知障礙 但未至於智力有問題 但是認知障礙 就是他現在一直都在醫院 是清醒的 他五月進了醫院 沒有跟其他人說 我有兩個兒子要照顧 然後他兩個兒子 這四個月以來 就在家裡 就餓死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的問題 其實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 如果你說有自理能力的問題的人 你智力有障礙 不懂得向求助 沒有可能活到那麼久 Tiu都說 沒有理由寫處沒有快樂 現在寫處就說沒有快樂 現在盧福局局長孫玉咸 就說沒有記錄顯示 人人人人人就說 認知障礙就是老人痴愛 可能他自己本身都忘記了 他就繼續清醒 然後就去生存 他忘記了他需要照顧兩個兒子 已經是 但是他當時就是 那兩個兒子不能治理 那兩個兒子不能治理 但是他朝見後晚見面 都還記得他要照顧他們兩個兒子 但是他拔了出來 即是他需要入醫院接受治療 那時候他忘記了那兩個兒子 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問題是寫處應該會了解到 老人痴愛的 不知道他家裡有沒有人 那怎麼都會找社工上去看一看架 應該要 應該是這樣 孫玉咸 就顧之前你說悲劇 那樣那樣 他就說沒有記錄 這個家庭曾經向寫處 或者其他社福機構 尋求服務或者協助 那麼他說 我們會盡更大的努力 就會把那個保護網 積得更加密的 那樣 然後 但是有一點矛盾 你說沒有向社福機構尋求服務 或者協助 但是呢 現在在同一區的區議員 叫張培江 張培江 你給我看看這個是什麼 他就說 這對兄弟和他媽媽 經常都三人行地外出 他兩兄弟看起來自力較弱 但是行動自餘 會幫忙拿東西 他說兩人文靜乖巧 不會說八言 周圍跑圈 這樣說好像說到很小 但其實他們兩個已經五十多歲 那兩兄弟已經大過我們 那兩兄弟 他說三母子 就不是隱蔽家庭來的 他說他媽媽 就曾經因為縱援金額 以及公屋長身的裂行 向他求助 他又申請縱援的 是嗎 是不是和剛才呢 就是 孫玉涵講的話 有很大的出人 孫玉涵說沒有什麼媽媽 他說沒有向社福機構尋求服務 沒有向社署求助 但是他又懂得找張培剛 是民建聯的 是民建聯的 是嗎 而且他又說 他有申請縱援這些東西 也是公屋的 他本身就是福利網裡面 是嗎 TU都問 就是社會福利網 為什麼鄰居會沒有這樣 是嗎 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在家裡我認識 你不會靜靜在家裡餓死 然後四個月 我剛才很努力地找 究竟現在你發現他的時候 他是剛剛死 還是死了一段時間 然後發臭又成 我真的找不到這些新聞 我覺得很奇怪 很奇怪 現在這個區議員張培剛就說 他說幾年前入屋的時候 看到他整齊 他們又很和諧 很和欺 很和欺相處 照顧木兒子來計 他媽媽就傾向親力親為 不希望其他人代勞 而且他又說兩兄弟感情很好 經常大聲說話 和在那裡說笑 出入都會和鄰居點頭打招呼 其實他媽媽是怎樣 他年紀老邁 需要拿拐掌 三個月之前 三個月至半年前入院 他說未見兩個死者 向街坊求助或者索取食物 你不會靜靜地在家裡餓死 而且他三個半月以來 他怎樣生存 如果你的治理有問題 一個禮拜都很困難 你家裡有多少東西可以給他吃 沒有什麼 尤其是說 媽媽是老人痴外症 他可能經常都會忘記自己 要買什麼東西 Ann Chan說發臭才被人發現 這個是真的 還是你估計呢 剛才我看不到 我看報道 最詳細就好像明報有說 你看看我就是不知道 還有這兩兄弟其實死了多久 根據大陸知乎的說法 知乎猶之 不是啊 知乎的說法 人究竟要多久 沒有水和食物究竟要熬多久 他說沒有水和食物 一個人 完全沒有水和食物 基本上一個人 大概是四天左右 OK Josephine就說 聽說保安巡樓 聞到有臭味 所以報警 也就是說死了一段時間 沒有理由其他鄰居聞不到 就是TU剛才提到的問題 就是一件這樣的悲劇 你現在看到陳國基這麼嚴重的事情 這麼被動去回應 更好意思是搞這樣的齊撐照顧者行動 為什麼你不是直接去撐那些弱勢社群呢 是撐照顧者這個活動的名目又奇怪 是不是 為什麼這東西叫撐照顧者行動 為什麼不是直接撐那些受照顧者呢 什麼叫撐照顧者呢 你們繼續撐下去 我們會支持你的 不是 其實你真是想撐關愛隊 是不是 什麼照顧者啟動力 好惹又疑 什麼疑疑 你又想怎樣夾水 又想用來做什麼 一開口就說 以後有什麼問題就找關愛隊 兩兄弟沒有向政府提出任何求助 事件可悲 另外關愛隊將來可以多些上門去探訪 找些隱蔽需要服務的人士 從而提供協助 你老闆說到最後 撐關愛隊什麼都跟你搞定 是不是 就好像所謂關愛隊 就好像大陸那樣 大陸那些 那些所謂網格園 那些什麼朝陽大媽網格園 然後將街坊裡面 所有人 什麼可疑人士出出入入 那些事情 全部要知道一清二楚 等於一種微觀的監控 達到一個長遠的維穩效果 是不是 今時今日的政府 很難不讓我用一種陰謀論去看 你看看關愛隊的眼神多麼兇死 怎麼這麼兇死 陳國基 是不是人家問你 兩兄弟你怎麼看 你在這裡抽水 在這裡推銷關愛隊 我找回我的Facebook Post裡面 不知道什麼九龍灣街坊群 都說神僧鬼厭 是不是 他們怎麼說呢 為什麼這群人可以這麼容易自出自入 甚至有些屋邨就說 你在大堂裡面 就放了那些物資 知不知道會阻訂的 那些走火通道 我看到是這樣 而且關愛隊是傻疚的 之前就說過 水災之後怎樣 派電話卡給那些 接收有問題的那些用戶 我一直都收不到訊號 你派電話卡給那些人 是傻疚的 是那些長官意志 想當然 要做這個要做那樣 你看到李家超 看這裏看那裏 指這樣做這樣 講到最後就是宣傳隊工作隊 S王就說 照顧者的壓力 你不是當事人你不會明白 而且很多個案 照顧者壓力大到要殺人收場 是的 我們不報道 但其實你不覺不覺 都會見到香港很多 社會悲劇 對啦 老公對壞老婆 因為受不了要長期照顧老婆 不如一窩熟 沒有希望 絕望其實就是 走到一個絕望的死胡同裡面 即是覺得看不到出路 那不如算吧 即是長痛不如短痛 這樣講吧 李馬田就說 趁機加註給民建聯 和紅衛兵回頭 我認知 聽回來的就是 救那幫民建聯 巨民都已經變得不太活躍 反而是哪些 是那些很大媽 很大陸大媽 feel 的人 就在關外隊裡面 嗯 即是那些是外援 是嗎 你懷疑那些是外援 反而那些像 聽回來就是 嗯嗯嗯嗯嗯嗯 即是你現在 你今時今日有關外隊 以後你做區議員 是吧 嗯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站在哪 或者你反而呢 你可能是你變成 你配合那些關外隊做事 那些是外來勢力來的 是吧 即是你 本身在地區裡面 即是虛寒問亂提供服務 即是關注街風那些 就是區議員做的 好好地 一個公民社會 你要拆散它 是吧 喂 你那時候 不是正仆街 那時候 什麼 那個 就是因為那個 那個 什麼 什麼 飯局被人踢走了那個 那個 那樣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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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這樣daq了 一班區議員之後 你怎麼搞到 整個 這些區 就散了 沒有所謂的 從他們的角度來講 他們都 都強調一件事 是吧 那你有三會的人 嘛 政府